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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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學員就有一個人用一個人努力進步 你們要用六個人的努力去進步 你們怎樣? 難的 不單是我們自己的唱歌或跳舞方面的進步 都是我們六個一起的默契 和感情都要保持 所以我們也有 維持聯絡 我們也會說回我們學校的生活 或者其他圈子裡面的朋友 我們也有 維持認識大家 這樣才能維持到那種團結 還有很多人說 六個人人多欺人少 其實我想說的是 你知不知道人多比賽 其實也是很難的 真的很難 因為我們每個人唱歌 和跳舞是完全不同風格 你要全靠齊 而且你要溝通 每個人有不同的意見 你一個人的話 你自己一個人的意見 你已經可以組合自己 我們是要六個人去一起溝通 所以其實是很難的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唱命硬 我們是第一次六個人一起唱 阿卡巴拉 又沒有跳舞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真的練了很久 每部分 是很仔細去練 所以其實人多是真的難的 因為要接納全部人的意見 所以 不過我們已經開始習慣了 我覺得 就是一直去到中國 我們認識大家都知道 大家有什麼想法 所以 我們會 互相體諒大家 就是 選歌的時候 我們 就是 不會吵架 我們也是會 覺得 這隻不錯 但是 我們會給一些意見 就是 這隻可以好一點 還是怎麼樣 對 而且我覺得大家都 越來越有默契 就是不用特地去說 都已經明白大家在想什麼 對 心靈感應 就是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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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自己 音樂